中国民航局11月19日表示 中国将坚持民航总局制定的 恢复波音737 MAX在中国运营的三项原则 并重申该飞机恢复在中国运营的时间表尚未确定 该声明是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周三撤销了暂停波音737 MAX商业运营的命令之后发布的 波音公司表示 FAA此举将允许其管辖范围内的航空公司 包括美国本土的航空公司 采取必要措施恢复服务 波音公司也将开始交付货物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冯正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是第一个让737 MAX停飞的国家 这是基于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的理念 和对安全航空旅行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 并补充说到 中国民航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 关于恢复在中国的服务 波音公司必须首先确保737 MAX设计的改变 是安全可靠的 中国民航局在与美国联邦航空局 和波音公司交换意见时 明确提出了三条原则 飞机的任何设计变更都必须经过认证 飞行员必须得到全面有效的训练 对两起与波音737 MAX客机有关的 这机事件的调查结果必须明确 相关改进必须有效